你們自己在練習 像剛剛提到的血型可不可以分析 可以啦 血型怎麼分析 不過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個樞紐分析表 它其實對於資料的完整性很敏感 也就是說 如果你的資料假如不是正規的資料的話 所謂的正規的資料 就是說你的那個欄位名稱 一定要放在第一列 如果你假設放在別的地方的話 它會偵測會有的會出錯 所以我是建議啦 盡量就是說如果可以的話 一定要切記 一定要把你欄位名稱放在第一列 還有第二個的話 欄位名稱一定要有 因為如果沒有欄位名稱 它不知道說這個東西的下面是什麼 它是以欄位名稱當成在這個分類的 有沒有 類別的名稱 所以特別注意 有些同學可能這邊沒有 那將來他就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這個可能第一個常會遇到的問題 第二個的話就是盡量不要用什麼 就是像什麼 像這個很多同學很喜歡用什麼 用那個跨欄字中 然後這邊的話呢 你可能就是把這邊全部變成O 有沒有 但是跟你們會想一下 這樣的方式 我們看得懂 但是樞紐分析表 他看不懂 為什麼 因為他只會以為這個是 就是這一個的人的 他不知道這三個人到底是什麼血型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看很清楚 那就是這幾個人都是O型 可是在樞紐分析表裡面 他就是不認得跨欄字中 所以如果假設你的資料裡面有跨欄字中的話 也不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 大概這兩個我常見的一些相關問題 如果你可以避開的話 那你要做那個所謂的樞紐分析就很簡單 樞紐分析 就是要維持 馬上就算出來了 就是在那邊看哪一個血型最多 O型最多 我應該也不意外 不過比較意外是AB型好像第二名 因為好像AB型的並沒有那麼多 那為什麼他會有裡面AB型的人比較多 不過聽說AB型的人比較聰明 OK 最後如果你假設要畫一個圖表 書有分析圖 有沒有 當然我們必須要畫質料 質料圖比較強調是數量 如果我要比較強調是他各自的占比 比如說100裡面各占多少的話 那我可以畫個什麼 畫個圓形圖好了 有沒有 圓形圖其實占比馬上出現嘛 然後呢 當然他有立體的啦 不過我們暫時不要那麼花俏啦 我們用平面好了 比較幅數一點 OK 我們現在沒有要求那麼 甚至他其實還有什麼環形 這個也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我們最簡單 這個應該大家比較可以容易理解的 我們先不要把它畫那麼花俏 然後把它放大一下 那這邊也許就是什麼 就是可以改一個這樣 血型比例圖 血型比例圖 OK類似像這樣 好 那一樣啦 你就可以把它怎樣 可以把它再改成 它的字換給顏色 然後標題名稱也許字放大一下 然後把它加個粗體 這樣就很清楚了 最後這邊血型有個缺點啦 不過圓形圖有個缺點 什麼缺點 就是它的那個圖說圖例有沒有 它好像會 變成你要看這邊才知道哪個比例是什麼 比如說這一塊什麼 你還要在那邊看一下 這AB型 那這一塊是什麼 這一塊是O型 OK 有點麻煩耶 所以如果假設你希望它能夠更直覺的話 一般是習慣怎麼樣 把這個這些項目 直接就放到它的那個有沒有 佔比的上方 然後可以顯示說 每一個區塊到底是什麼血型 並且佔比多少的話 那剛好那個Excel裡面的圖表 還蠻方便的 按右鍵有沒有 上面就有個新增 叫做資料標籤 資料標籤裡面的話 就有新增資料標籤 有個圖說文字 不過圖說文字我看 現在怎麼沒有work 我看 按右鍵 新增資料 資料標籤 但是它目前的這個 好像它這個血型 沒辦法用圖說文字來呈現 如果沒辦法呈現的話 那我們可以用新增資料標籤 那如果假設 我希望把上面加上那個 比如說我現在加兩個東西 一個可能是血型直接放上去 那一個可能是也許數量或比例的 那假設我新增資料標籤 不過新增資料標籤 它有個缺點 就是說它會變這樣 你說老師有 但是它怎麼會是 應該這是什麼 這是數量吧 有沒有 22 22應該是這個吧 28應該是這一個 那你說老師不對啊 這個我不是要它的那個數量 我是希望至少啦 最好是給我它的血型 那OK 或者是它的佔比啦 數量 那如果要把它改的話 很簡單 就再點一下這個 上面的這個叫資料標籤 然後呢 點它 按右鍵 按右鍵這邊有個叫資料標籤 如果你要重新設定的話 它有一個叫資料標籤格式 這個有點麻煩 可能要注意一下 當然你如果要讓它變漂亮的話 可能要做一些設定 那它的右邊會出現這個東西 叫資料標籤格式 你才有辦法設定 那它為什麼裡面顯示的是這個數量 其實主要原因在這裡啦 各位有沒有發現 這邊叫標籤包含 有沒有 它這個標籤裡面其實 預設是包含那個值啦 所以我其實不要值 我要的應該是這個的名稱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改成這個的名稱 很簡單 就是把這個打勾取消 有沒有 換成什麼 這個就好了 打勾它 所以我打勾給各位看一下 類別名稱打勾 有沒有發現 它的ABB就出來了 可是後面這個不要 那你就把值打勾取消 有沒有 這個血型就上來了 那我其實這個圖是想要強調是比例的話 那你其實是可以把百分比打勾取消 打勾就對了 有沒有發現 百分比就幫你顯示在上面了 有沒有 這樣子就應該比剛剛還要更 我是覺得更直覺啦 所以畫圖其實是還蠻OK 但是它那個沒有標籤 看起來真的不OK 但是最後其實還有一個問題 因為我做完之後 同意就是說 老師這個感覺好像 如果可以把這個標籤 放在這個圓形的外面好像沒有 因為這個顏色好像有點深 所以它看起來好像這個還好 因為這個比較淺 這個有點深 所以看起來好像會 不是那麼明顯 因為字是黑色的 所以一般還有一個方法 你乾脆把這一些標籤放在它的外面 不要放在裡面 那怎麼把它放在標籤的外面 其實各位可以看到下方有另外的設定 這個標籤的位置 有沒有看到 那預設是自動調整 可是它有時候調整不OK 那如果你想要把它放在那個外面的話 那你應該選哪一個 其實猜錯沒關係啦 因為點一下嘛 如果它不對 你換點別的都OK 我是覺得這個應該蠻OK的 點它一下 中點外側 中點內側 有沒有 還有置中 置中在裡面 反正你點點看嘛 好像這個效果會比較明顯一點 那我就選擇中點外側 這樣就OK了 把它關掉 這個就可以叉叉了 但是這個有點比較不好設定 為什麼因為那個資料標籤 真的它有時候藏的比較裡面 OK 最後呢 其實這邊就有它的血型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理論上就可以不需要 這個東西要圖力 所以如果圖力要刪掉的話 還記得吧 這邊不是有個加號 裡面不是可以選那個圖力 就可以把這個圖力給關閉了 你這樣就OK了 好啦 假設我希望得到的是一個類似 像這樣的比例圖的話 這樣很清楚嘛 甚至最後還可以做一件事 就是你要凸顯說 這個血型哪一個比例最多 有的時候會把那個哪個餅有沒有 把它炸出 那個叫炸開 OK 所以如果你要炸開的話 你就把O型點一下 不過它的那個規則是 一是點全部 二再去點O型 你這個時候才點得到O型 所以要點兩下 第一下是點全部 第二下才是點O型 第三下就是把它往外 按住不要放往外推 它就炸開了 有沒有 如果你說老師那我不要炸開 我想要把它恢復怎麼辦 沒關係 你再把它往內拉比較好了 所以這塊餅其實是可以活的 而且甚至裡面的字 底色什麼都可以把它變漂亮 只是我們現在不要那麼花俏 這樣已經快夠複雜了 好 OK 試一下 我再把重點說明一下 一 先直接在這邊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然後二的話 它會跳出一個工作表 三這邊你就把血型拖拉到列 拖拉到值 不用改 這邊就有一個表格出來了 然後再利用這個表格做一個 這個什麼 樞紐分析圖 那我是用這個圓形圖 但圓形圖比較麻煩的地方就是 上面的這個標籤 它不會出現 那不會出現怎麼做 記得按滑鼠右鍵 新增資料標籤的這個 資料標籤 但是它標籤不對的話 你先點它按右鍵 這個動作可能比較需要特別小心 因為我猜應該很多同學很少用 不然就沒用過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去修改它 變成它的類別名稱跟它的百分比 還有就是把它變成終點外側 所以記得都是在這裡 這個可能是最重要 如果你這個東西叫得出來的話 後面應該就簡單的 資料標籤 這邊的話就是把類別跟百分比打勾 把值取消就有了 然後再把它改到終點外側 這樣就OK了 應該會吧 那以後你要畫圖就很簡單 後面還有其他如果你覺得 老師我還要做更多的變化 這邊都有啦 什麼填滿什麼顏色啦 這邊一大堆啦 不過你剛開始先不要野心那麼大 先把這個弄好我覺得就夠了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一下 這個畫面 試一下 再做一個所謂的血型的統計 血型的統計 這個血型的比例圖好了 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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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